現在是台灣櫻花盛放的季節 農曆新年,2021年農曆新年,大年初三 到處都可以看到櫻花 這個是粉紅色的櫻花 好美好美 這個是在藍莊的山上 藍莊的一個仙山 這裡是仙山 仙山的背面 大家看看這裡的風景多美 現在是中午時候 烈日當空 到處都還是這個 很大的山霧 無礙 穿梭在山暖之中 好美好美 遠處有 粉紅色 很多粉紅色的櫻花 在對面山那邊 山到整個山頭都是 還有在這裡放紙繞 哈哈 真是 春色無邊 今天已經是二月 十... 大年初三 二月的應該是今天十二號 十一號還是十二號 那... 春天其實已經在來 我好喜歡這一片山 這裡的風景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邊的山 就是仙山 仙山 那邊一個是普羅旺斯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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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幾美啊大家看看 好大的山霧啊 台灣這邊好像都叫做山林 我現在呢就是在這裡 彈山 中午吃完飯 我是很喜歡這一片山的 之前差點在這裡 就想在這裡買地的了 不過呢 真是 沒有緣分啦 還有呢就是 其實自己的錢都不夠的 啊...這片山真是 非常的 嬌美啊 這裏呢 這裏呢有一間民宿呢 叫普羅旺斯民宿的 那在藍莊這裏是蓬萊村 蓬萊村 蓬萊村這裏呢 有很多民宿 包括有蓬萊仙境啦 一個... 橄欖樹呀 普羅旺斯呀 啊... 有很多很多 嘩... 我們... 拍一個... 嘩...櫻花的近鏡頭 給大家欣賞 好美好美 好美好美 粉紅色的櫻花 到處都有啊 沿著山路一路走一路 都是看到有的 這個呢... 前面有一棵是大紅色的 應該叫做... 紫紅啊... 紫紅色的 紫紅色的櫻花 這裏有兩棵 好美好美 是 紫紅色的 綠花呢... 我最喜歡的是白色 有一種很純潔的感覺 唉,這裏差不多是來到大概我猜這裏應該有海拔 四五百米左右,海拔四五百米左右的位置 普羅旺斯,民宿,住宿費都不便宜 聽說他們入住是在裏面全部都供應了 入住之後就不用出來 可以在裏面享受一個遊行的假日 裏面都是有櫻花的,紫紅色的櫻花 對面山到處都有櫻花 大家看到嗎?紫紅色的 真是櫻花處處開啊 無處不在 在南莊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地區 就是這裏,鳳來村 在八卦曆部落的旁邊 這裏就是客家人和蔡夏族人的天下 當然是客家人為多 有這個原住民的蔡夏族的朋友 集居一起,而且他們都有通婚 在這裏呢,有些客家和蔡夏族的原住民的朋友 生下來的子女 在這裏我們都認識了 有這些兩個族群生下來的小孩 跟他們交了朋友 其中有一個呢,叫做阿火啊 彭仁火,很有代表性的一個朋友 雖然他是一個弱勢族群之一 但是呢,這個人呢 真是頗特別的 怎麼特別呢? 就是他有一些客家人的傳統的觀念啊 行為模式,他也有這個原住民那種 浩酒成聖,樂天之命的性格 很特別,很特別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原住民呢 都是非常的樂天之命 還有呢,是視財如草的 他們不會把這個金錢看得這麼重要 而是好像外國人那樣,很講究生活 他們可以由早上一起床呢 就喝酒,喝到晚上睡覺 喝到半夜三更 個個,不要說個個啦 很多啦,大部分啦 很多都是很喜歡喝酒的 這是普羅王斯文宿 今天,中門大開啊 都幾骨子啊 用了不少心機和錢裝修啊 買地都投資了不少錢的 在這裡 普羅王斯文宿這個老闆呢 我都認識的 雖然不是很熟 那... 就幫他宣傳一下吧 來... 進來看看 又是有一座 三層樓高的黃色的... 好像別墅那樣的民宿 好 外面有... 可以在這裡坐啦 欣賞這個山景啦 好開闊 好開闊 好舒服 嘩,真是聰明 而且沒有電線光擋住 下面呢 是有電線光的 在這個位置呢 在這個位置呢 是... 很開陽 完全是沒有電線光的 真是靚啦 靚絕 好,我們欣賞完這一...